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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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就教了大家打牌的基本知識 以及食簡單的壺 今集就幫大家升級 教大家怎樣用花牌 花仁子牌 以及字魔等等加大番數 平壺都去變大牌 再加上大家食三番以上的大牌 以及分享一下坊間流傳 在打牌當時的轉運方法 最後還會敲敲大家食壺的能力 冬嗎? 什麼? 三番起壺 我完全不懂 什麼是一番 應該不用 下個下個 吃 混一式 而混一式 即是全副牌 銅子、萬子或索子 任何一款牌 加上番子牌 而對對壺 即是全部都是黑子牌 再加一對眼 所謂小三元 也就是由中、發、白 其中兩款為黑子 另外一款牌造眼 再加另外兩組牌 而將東、南、西、北 隨便三封城為黑子 其餘一封造眼 再加另外一組牌 就是所謂的小四起 清一式 就是紫 只有單一款式牌 銅子、萬子或索子組成 也就是全部都未碰出的黑子牌 再加一對眼 兼要自摸 而大三元 也就是中、發、白 成為明或暗的黑子 再加一對眼 而全部都是番子的黑子牌 武童、索和萬子 加一對眼 就是自一式 而十八羅漢 就是四組鋼牌 加上一對眼 而所謂大四起 也就是東、南、西和北 都成為明或暗的黑子 再加一對眼 所謂天虎 就是莊家一開牌的時候 手上的十四隻牌 牌面已經能夠吃虎 就是天虎 而莊家一開始打出的 第一隻牌 就是地虎 好 很好 這牌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等等 吃壺 做甚麼 嘩 搞錯 搞錯 三腰 而有齊所有番子 以及一和九的銅、索和萬各一隻 再加上以上任何十三隻牌當中各一隻造眼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十三腰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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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造裝的東偉 拿到一號花 例如春或梅 各加一番 如果全焗牌都拿不到 無花牌的話 稱之為無花 又會加多一番 如果集合四隻花 稱之為一台花 會有兩番 如集齊任何七隻花牌 即是吃花壺 不過你可以選擇吃或不吃 如果吃的就當三番計算 而若果一開始就已經集齊七隻花牌 就是天壺 當上限番數計算 若果集齊第八隻花牌的話 就是大花壺 又稱之為八仙過海 如果吃的話 都會當上限番數計算 如果裝家吃平壺牌 手上有春和梅各一隻花牌的話 這次就會當三番 之後就是會增加番數的番子牌類 如果碰了中、發、白都會加一番 由於每圈都會有一個風 例如第一圈是東風 第二圈是南風 如此類推 如果在該圈碰了對應的風牌 就會加一番 例如東圈碰東 南圈碰南 如果你的號位對應相關番子牌 例如裝家碰東 或者南位碰南 又會加一番 而如果你是東風 又是裝家 而碰東的話 就會加兩番 俗稱叫雙番東 而南、西、北的道理也是一樣 如果食壺的時候 是東風 碰了東 再碰了中 發白其中一隻牌的話 這次就當三番計算了 當食壺的牌是自己摸回來的 就稱為自摸 另一種情況的自摸 就是降上自摸 即是降完之後 自摸就會加兩番 如果降完再降之後自摸的話 就會得到最高番數了 而所謂海底撈魚 也就是牌局最後一隻牌自摸吃出 在食壺之前 14隻牌裡面都沒有碰 或者上或者降 而直接食壺的話 食壺加一番 如果你的副牌拿著一隻發財 三隻洞 一二三索 四五六萬七百九桶 請問你這盤牌叫什麼牌呢 發財 計壺 你拿著一對一萬二三四索 一萬二三四索 四五六桶 四五六萬八索 九索 請問你這盤牌叫什麼牌呢 是七索 平湖 哇 如果這盤牌你拿著 三隻二索 一隻三索 四隻四索 一隻五索 一隻六索 三隻七索 是不是看到眼都花呢 究竟叫多少費呢 答案是 一二三五六七八索 叫七非 都是清一色 看到你暈了 如果你拿著三隻一萬 二三四五六七百萬 講一隻 同三隻九萬 恭喜你 傳說中的九指連環 已經被你拿到了 你猜一下你叫多少費呢 是叫九非 即是一至九萬都吃到 嘩 九指連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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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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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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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輪胎 你先輪胎第一天 你先輪胎 真的不是很舒服 我先換一下 這麼冷的衣服 超綠 超綠 不如去她的刺濕好嗎 刀虎 你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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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快樂 够吃啊 够了 謝謝 你的汗毛多了 但我才沒有 你沒有幫你媽媽 沒有追 我不知道我可以搞什麼 我肩膀肥脫了 我可以過 我可以過 很確定